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很高興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JC Conference的會議 那我是主持人 YC 接下來我們的快獎 我們邀請到我們畢友林來為我們講一下 怎麼使用那個最新的Spring File的最新的那個Reactive Programming 來開發我們高效能的一個REST API OK 那我們就不多說 歡迎一下我們Bill 喂 大家好 我叫Bill 然後今天講的主題是 Start Spring Reactive Programming 然後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大概從事軟體開發的時間大約10年的時間 然後主要就是擅長Java和ShavaScript的技術 然後之前在研究所的時候有做一些Data mining和Bit Data相關技術研究 然後目前也是主要是在一間接案公司 然後做一些大型軟體專案的開發這樣 然後今天有捐答的話就是大概介紹一下Reactive的觀念 然後再介紹一下Spring是如何在Reactive Stream上做一些實作的 然後會demo一些簡單的example 然後會再講一些可能會遭遇到常見的一些問題等等 然後為什麼要使用Reactive這種Program的Data diagram去實作 最主要原因就是它可以帶來更好的Skability和Stability 其實它有一點就是學習像是 Node.js它的觀念 使用Asynchronize和Non-Blocking I.O.的方式來處理一些像是Web或是呼叫Remote Service的服務 就是這種I.O.比較密集的運算服務是可以有更高的效能 然後它就是拋棄的傳統就是像是Tomcat 它是使用ThreadPull的方式 它可能它會使用到的Thread數是很少的 但是它是使用Non-Blocking和Asynchronize的方式 就是來提升它的對I.O.密集這種處理的效能 然後什麼是Reactive呢 簡單的定義的話它就是一個Event Driven System 它其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 像是它其實有一點比較經典的例子可能就是Ecell 就是它可能欄位C是欄位A加欄位B 然後可能欄位A有變動的時候 它的值這個變動就會自動傳遞給欄位C這樣 然後我們要做這個目的就是把它從Imperative的邏輯 Imperative主要就是一種命令式的程式的撰寫風格 像是它可能是Blocking 就是它可能執行了這個命令 然後它是會等到它結果回傳之後 然後再質詢下一行 然後我們是要把它轉換成Asynchronize和Non-Blocking 還有Functional Style的Coding Style 然後它特別可以處理就是像是外部支援的呼叫等等 然後它有幾個比較常見的Use Case 然後它可能就是可以呼叫就是remote的呼叫 或是一些big data的呼叫 或是它的可能還是非常大量 但是它可以忍受一些時間上的latency的一些應用 然後這個圖是reactive manifesto 就是reactive的一個宣言 好像在2013年的時候一個Twitter的 好像是工程師提出來的 它應該說它是一個覺得它reactive應該可以達到的一個作用 就是它是based on message driven的精神去達到我們要的 elastic 還有 responsive還有 resident 簡單說它就是可以更容易的擴充你程式的節點數量 還有它是可以保證一定的回應時間 還有它不會因為單點失敗的時候造成整個系統的failure 然後它在match driven的話 這邊是用flux flux是一個reactive的class 然後它是簡單說它就是一個reactive的framework 然後它像是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特點是failure as match 就是它有提供一些error handle的API可以給你呼叫 或是backpressure 就是它像是如果有一些某些可能它的節點 它的處理能力比較慢的話 你可以去做一些它流量的控制 像是做一些buffer或是你要做舍氣 對 然後拿blocking.io的話 其實也是它一個重要特色就是 用這個它io是不會停止的方式來提升它的io處理量 然後reactive stream API 大概就是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實作 然後它有定義一個公用的API 然後這些實作就根據這些API可以去做一個規範這樣 像publisher 還有subscr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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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processor publisher的話就是資料推送者 然後subscriber的話就是資料接送者 然後目前比較有名的可能就是這兩個reactor 還有rsjava 這兩個目前sprint都有資源 然後可能如果你是被卡在java6或是7的話 是可以比較適合用rsjava 但如果你可以用java8的話是比較適合用reactor的 然後其實它在java9就有開始支援reactive sprint API了 然後上面這張圖就是簡單的demo一下它是如何做到backpressure這件事情 就是說它訊息的subscriber會去控制我可能這次要取到幾個件數 它並不像像是java8的String 它是單純就是只有push的功能 它是可以做到流量控制的目的 然後這個就是主要目前有幾個比較重要的reactive實作的一些 framework 主要就是Rsjava reactor還有AKK 不過AKK可能 我目前沒有看到sprint有比較有好的資源度 不過如果要去自己實作一些東西應該也是可以 然後這張圖主要就是sprint webreactive的架構圖 左邊的話就是傳統的sprintfc的架構 它底層的話就是還是用servlet container 像是tomkate或是jboss這些 然後它是始作servlet API 然後sprintfc是根據servlet API再去始作的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reactive的web framework的架構 它是based onservlet 3.1 然後servlet 3.1的話 java1是到servlet 3.1之後才開始有支援 這種blocking的功能 然後3.0的話是支援asynchronize 然後native的話就是一個blocking和asynchronized HTB server Undersword也是 然後它是based這種onservlet 3.0 nblocking的方式去做了 使作一些reactive的HTB 還有它的web framework 然後它們其實在使用上是非常 風格上是非常類似的 就是它也是用這種定義那種servlet mvc的control 還有request mapping的方式 然後這邊有一個簡單的example 就是一個reactive的restful API 然後這個第一個 method是get user by id 然後其實如果你們對servlet mvc構手的話 它其實寫法是 就是一樣的 這個get mapping是 如果你們用servlet mvc4的話 是有開始可以用這種get mapping 取代入christ mapping的方式 然後它其實最大的差異只有在這邊 它多了一個model 就是說它多包了這一層 然後來處理這種reactive的publisher 來處理這種callback 還有numparking 還有synchronize的一些處理 這樣 然後如果說你要取得一個user list的話 就是包一個flux 然後servlet 它也有使做一些它有用的一些class 像是webknine 就是它可以做到呼叫這種reactive的restful rrestful API的knine功能 不過我記得像是那個rest template 它也是有支援reactive 所以可能如果你要做一些rpc 就是remote code的程式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要用webknine 然後它也有實作另外一種的laughting的方式 就是像這種functional style的weblaughting 它是定義了它的url 然後再去定義它的實作 它的request還要回傳它的response 有一點像node.js 有一點像node.js 然後其實和傳統這種sprintmvc 定的control的方式有一點差異有點大 但是我覺得用這個的好處 我覺得就是可能它就是不用少那些classer notation的時間 是會比較節省時間這樣 節省它可能build的時間 然後在執行的話應該是差不多 然後大概講一下我看到幾個議題 就還有問題 就是像是relation database上 目前因為jdbc還不是 還是blocking的方式 所以它目前沒有reactive是沒有支援這種 傳統呼叫relation data方式 不過我看到消息是可能 Java 10或是更新的版本會有 會支援nonblocking 所以之後應該會實作 所以目前如果你一定要呼叫rdb 可能就是要等有特殊針對那個db的 像是mysql如果有出那種nonblocking的可能的話 或許是可以拿來利用的 然後在non-sequel方面是應該比較熱門的都有支援 像是monkodb或radius還有cassandra等等 然後像json還有sml parsing的部分的話 雖然有一些framework可能沒有支援nonblocking 不過它可能有一些workaround的方式 所以目前都是可以的 然後security的話它其實 因為這個SpringWeb SpringReactive的framework其實還蠻新的 不過像有一些Spring Security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慢慢開始support 目前好像also2還有一些based security的資源應該都有 然後如果你是用類似SpringMVCcontroller的方式去撰寫 EssentionHandle 除了我在一開始提到你可以用那些flux的 flux定義的 arrowhandle方式的話 你也可以用傳統SpringMVC EssentionHandle的方式去撰寫 其實在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它是在背景上幫你處理掉它是單一 thread的這件事情 然後validation目前好像 這個annotation valid好像還不能使用 所以可能可以使用webdatabyte的方式 對 所以總結來說我覺得 如果之後如果RDB有資源的話 其實應該是可以蠻適合道路的 就這樣 OK 那我們再謝謝一下Bio為我們很快速的介紹一下Spring React Team 謝謝大家